何青川又失约了 他升上主管的这一年 放我的鸽子 比前面十几年都多 离开学校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了 我导师是行业大佬 一直念叨着我见我那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男朋友 我导师对我很好 这一面也有引荐的意思 毕竟都在一个圈子里 熟人多路子也就宽了 谁知我们日理万机的何主管 把我送到连车都没下 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师弟师妹们纷纷安慰我 师姐真是好福气 我听说和师哥去年升主管了 照这速度 离经济自由不远了呀 散席时 我送导师去坐车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思思 毕业前 老师在教你两件事 鞋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沉默成本 不参与重大决策 我导师这样通透的人 他早就发现 我和何青川的关系 看起来花团紧簇 其实早就岌岌可危 回到租的房子时 何青川正在收拾行李 来帮忙的是 他们项目组新来的一个小姑娘 她正在把何青川的一个盒子 往房间里放 思思 你帮念语搬一下 小姑娘力气小 我觉得有点好笑 所以你为什么要让她来帮你收拾东西 不知道眼前的人是否还会记得 大学毕业后 我们搬过两次家 她都在加班 大厂上班不容易我都理解 从看房到搬家 全都是我一个人 她只负责入住 当时我也只是个小姑娘 我没作声 何青川自己过去安顿好那个盒子 叮嘱了下 让她别动 小姑娘坐在沙发上 示威式地盯着我看 突然撇了下嘴 对何青川说道 小何老师 我手破了 何青川抬头问我 窗壳贴在哪 我耸了耸肩 用完了吧 那小姑娘突然站起来 拉了下抽屉 我记得这里还有的呀 她表情天真 动作自然地拿了一片出来 贴在自己那毫无损伤的手上 我笑出了声 来过 我本该大声质问 但我没有 我好像早就失去了这样做的原动力 或者说我在这段关系里 已经失去探究欲 我静止回了自己房间 没过一会儿 外面传来关门的声音 在出去的时候 沈念雨已经走了 何青川坐在沙发上摆弄手机 最近这两年 她在家大部分都是这个状态 无论什么时候 她永远捧着手机 吃饭 上厕所 睡觉 我甚至觉得只要有手机 她一个人可以生活到天荒地老 她难得从手机里抬起了头 我们聊聊 我找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 双人沙发很小 离得太近 我觉得会影响我思考 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没有 你别多想 前天我们聚完餐后 她说有个数据想跑一下 正好离我家近 我就带她过来了 以为你在家的 不然也不能那么晚 还带她来 我其实很想反驳 那天早晨 我就打电话跟她说了 晚上我祖会要开到十点 正因为如此你才答应参加当晚的聚餐 哦 那她今晚又来干嘛 明天要出差 她说没出去过 来帮我收拾行李 顺便参考 一个重物都搬不了的小姑娘 你让她来收拾什么行李 拍个照看下不就行了 小姑娘嘛 可以理解的 可能何青川都没意识到 自己每一句都在替她开脱 嗯 这个小姑娘可以理解 那么谁来理解十来年前的我呢 最后一次搬家 一个巨大的箱子 砸在我脚上 脚趾上的乌鞋 至今还在 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穿过路脚趾的鞋子 临睡觉前 何青川又把行李箱打开 做最后的清点 我看到行李箱的角落里 有个很漂亮的小盒子 我随手一指 问道 那是什么 何青川好像也不清楚 打开看了眼 道 哦 是沈念雨的糖果 它总是滴血糖 估计行李箱放不下 塞我这里了 我张着嘴没说话 这情景荒谬又可笑 他也一起吗 就你们俩 啊对 我帮他争取来的 小姑娘嘛 还是需要多历练历练 何青川在公司已经待了四年了 去年刚升上主管 团队里大大小小十几号人 他偏偏带了年纪最小 资历最浅的本科生 怎么就轮到他了呢 那些来得比他时间长 比他条件更优秀的人 难道就能服气 一个到了公司快一年 都没能转正的实习生 怎么就让何主管 如此费心地栽培呢 何青川重新整理好后 后知后觉地发现 我的表情不大好 思思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在公司得有自己的人 把他带出来 我也会轻松点 到时候也能陪陪你 何青川在公司 有自主招聘的权利 他手上那些人的简历 我都帮他参考过 沈念雨是看到简历的第一眼 就被我排除掉了 太一般了 而且简历都做得很敷衍 等他入职后 何青川才跟我说 团队需要一些新鲜血液 都是适才傲物的人 并不好相处 哦 这就是他舍弃清北研究生 选择一个二本毕业的本科生的理由 带我一起去吧 我帮你们跑数据 尽量在下周三之前回来 可以吗 下周三是我领毕业证的日子 我已经跟何青川强调过不止五遍 希望他到时候陪我一起去 他先是果断地拒绝了我 你去的话 时速不好安排 被人知道 我带对象出差 也不像话 他没有问 为什么要下周三前回来 周三那天 他没有回来 也没有打电话 我去领了毕业证 发在了朋友圈 大家纷纷祝贺我 手机响了许多声 没有何青川 导师给我打来电话 说很遗憾 因为今天要去参加会议 没能出席我的毕业典礼 本来昨天就能结束的 有个公司带了个新兵足子 数据跑了整整两天没跑出来 一群人干等了一天 我还挺生气的 找主办方发了一通火 我说我爱图的毕业典礼 都没赶得上 老师忽然话锋一转 思思 你猜我在会议上看到谁了 我顺着他的话问道 谁呀 何青川 没想到何青川跟我导师 参加的是一个会议 我附和道 难为导师还记得他 我导师咬牙切齿道 这下可忘不了了 就是他带的人出了问题 蠢成那样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另外 我建议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跟那个小姑娘 待在一起挺久了 老师说的隐晦 我也立刻明白了 我其实不爱查岗 一是确实很信任何青川 二是觉得姿态太难看 如果一个男人从那里烂了 我还去争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我是这样想的 可当事情落在我头上 我又忍不住嘀咕 如果是何青川的话 应该不会吧 我抱着侥幸心理 拨通了他的电话 当何青川清醒的声音传来 我心里末地松了一口气 在哪里 酒店房间复盘呢 昨天有一个数据没弄好 忙得焦头烂额 我半开玩笑道 叫你带我去 你不带 现在后悔了吧 谁知道何青川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你跟你导师在学校见面还不够 开个会还要来恶心我吗 那一瞬间 啼笑皆非 我缓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你在说什么东西 我在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你不就是知道 你导师要来开会 才想着跟我一起来吗 怎么 一分钟也分不开吗 我没有说话 因为无稽之谈 我根本无需辩解 一时间 何青川也沉默下来 难堪的气氛隔着两部手机 蔓延在我们之间 等那边传来女孩子的何老师 我趴地挂断了电话 我从来不知道 我导师对我的爱才之心 以及我的尊重之意 在他眼里是这样的龌龊 硕士毕业后 何青川就选择去工作 而我继续跟着导师读博 他在工作中好几次遇到问题 都是我求导师帮忙解决的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 是我导师带着他的几位行业大老朋友 在实验室待了整整七天才搞定 在第三天的时候 他打电话让我去观摩 说是个很有价值的数据模型 又过了四天 我们一起从实验室出来 我把结果送到何青川公司 他打开数据库 观摩了半天 才悠悠地说了句 你导师对你真上心啊 何青川凭借这件事情升上了主管 我曾窜多他请我导师吃个饭 前前后后帮了这么多次忙 也是应该的 何青川却拒绝了 导师是文化人 别让酒桌文化玷污了他 直到今天的这一刻 我才明白 其实他早就怀疑我跟导师之间的关系 他心里也许觉得自己真的很难忍 竟然能一忍这么多年 他不愿意请 只比他大十岁 却学术成果累累的情敌吃饭 会自残行贿吧 太可笑了 都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舞台班子 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猛然间 我成为这戏剧生活的女主角 多少有些不适应 我回首看着这间 我跟何青川租住的房子 虽然是租的 但我一直用心地装扮它 洞洞墙 水生植物 黑板 每一处我都妥贴整理 这是我们暂时的港湾 还记得何青川第一次生组长时 激动地抱着我说 以后一定要给我买个大房子 后来做主管后 只有一句淡淡的话 五年应该能攒够首付了 这房子并不大 最近两年 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在 我常常怀疑 说话都会有回音 他开始像我们的感情一样 外表未变 内里已经空了 我跟何青川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从泥泞的农村靠着笔杆子 一路靠到繁华的北京 其中的艰难困苦 只有我俩知道 不足为外人道 我们那是贫困村 教育资源非常有限 小学六个年级一个班 第一组做着一年级 第二组做着二年级 以此类推 上课也是如此 第一组上课 其他组写作业 整个年级也只有两个老师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跟何青川 一路从小学考到了高中 高中在县城 那就意味着 不仅要交学费 还要有生活费 何青川自然要去念 他是家里的男孩 我就不一样了 不仅我爸妈 七大姑八大姨 都来劝我不要读了 因为我妈妈怀孕了 思思啊 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咱们村就没有读高中的女娃 你妈妈马上要生弟弟了 你就算考上大学 也供不起啊 思思 我听说现在初中毕业 去县城能当会计呢 将来做办公室的娃 多好啊 做人要现实一点的呀 现实就是 明明我比何青川 还多考了八分 他背着书包 去县城的那天 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告诉我 县城有很多 有钱人会资助 小孩读书 等他有了消息 一定回来接我 第一个双休 他就回来了 带着几本手抄的书 下周我就不回了 周末我打工给你挣学费 你在家好好看书 我很想告诉他 我看不了书了 下周我大姨就要带着我去南边的工厂了 我准备南下的前一天 我远嫁的小姨突然回来了 她带着五千块钱扔在桌上 冲着我妈劈头盖脸的妈 当初爸妈就是因为偏心 不让我俩读书 那时候你说的啥 你说你要是有机会读书 不比咱弟弟强 现在你在做什么 思思成绩那么好 为什么不让她读书 你们要生孩子我管不着 但思思必须要读书 学费和生活费我出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其实那是我跟小姨第一次见面 她嫁得太远了 坐一趟飞机来回要上签 这次为了我才回来 我向她表达感谢 她却笑道 大概是在拯救当年的自己吧 我当时成绩也很好 没去上高中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思思你要好好读书 将来替小姨去看看世界 我在小姨的资助下 回到了高中课堂 我比从前更努力 和青春也是 她告诉我 只有考出去 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深以为然 在懵懂和懵懂的青春期 我们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我们约定 大学录取通知书 就是我们的恋爱许可证 那年夏天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头顶永远亮着的灯 和怎么也做不完的考卷 直到清华的通知书寄来 我俩成为十里八村的名人 我小姨打来电话 激动地直哭 说我太棒了 我拒绝了她 继续资助我大学的想法 表示我自己可以 三个月 我和何青春 攒够了我第一学期的学费 和生活费 接下来 我跨入这个城市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她 我视她为我的灵魂伴侣 跟我的每一寸都严丝合缝 这样一个人 你叫我如何接受她的改变 出差回来她带了花 我接过插在花瓶里 一个人看了许久 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这个从前表现 轻易的动作 突然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或许是感受到我的僵硬 她在我的背后 滴滴地说了声对不起 她在为她的口不择言道歉 还是为她毕业典礼的缺席道歉 或者是深夜 还有小姑娘出入她的房间 总之 好像无论是什么 我都不太在意了呢 没关系 这次僵硬的是她的手 顿了一会儿 她才继续倒 我把沈念雨调到壁祖去了 之后就让其他同事带她 不会跟我直接接触了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不可能对不起你的 她还想继续说点什么 我抬头道 好 她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回答 连应对的台词都没想好 傻站在那 我摸了摸她冰凉的脸 别那么紧张 轻者自轻 我相信你 我是真的相信 她跟沈念雨 目前确实 还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但是我也真的不相信 这件事会这么结束 因为何青川大概忘记了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 她还很讨厌沈念雨 当初信誓旦旦说 把沈念雨招进来 是为了给团队增添新鲜血液 可人刚来了十天 何青川就后悔了 她说沈念雨实在太蠢了 对数字根本不敏感 搞不懂她大学是怎么毕业的 那时候我以为 她根本熬不过试用期 三个月结束后 何青川延长了她的试用期 哭得要死要活的 烦死了 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像是窥探到了何青川 坚硬外壳下的柔软 沈念雨开始给她 频繁地发私人微信 她在信息里叫她小何老师 小何老师 您今天跟我讲的问题 我全都弄懂了 太厉害了 不愧是您 小何老师 我太崇拜您了 希望有一天 我也跟您一样厉害 小何老师 小何老师 我今天做梦 居然梦到您了耶 不过梦里您要温柔得多 一直问我问题 把我问害羞了啦 最过分的是 有一次 她把老师发成了老公 也没有撤回 而是紧接着来了句 不好意思 输入法范抽啦 何青川很少回 但也没有删掉 哪怕有工作软件 他们根本不需要 私人联系方式 何青川的手机 对我不设访 某次看到后 我就阴阳怪气地 叫了声和老师 他立刻反应过来后 跟我表白 别羞丧我了 他瞎喊的 我也没搭理他 然后他当着我的面 给沈念宇发了信息 叫他以后不要给他 发费工作内容的信息了 我看他态度诚恳 便没有再计较这件事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沈念宇已经成了需要和主管 提携的后辈了 原来没有一个男人 能受得了小姑娘的追捧啊 沈念宇调到别的组后 何青川真的空闲下来 这让我又确定了 之前的忙碌 原来真的不全是工作 他不再整天抱着手机 坐在沙发上 会时不时地围着我转 没话找话了 我把毕业证拿出来拍照 准备写简历 他见到毕业证的那一瞬间 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脸色一白 问道 毕业证你领过了 对 我在朋友圈发了 你没看见 你基本不发朋友圈 我 他没再说下去 他也明白 曾经我说的那句 人生重要的时刻 都想要跟你一起经历 已经空了一夜 对不起 思思 不必道歉了 都过去了 我没提 就是我不再计较了 他懊恼地抓了抓头 赶紧转移了话题 问我之后 打算去哪里工作 导师推荐我去 人工智能中心 但是我更倾向于高校 我再考虑看看吧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大厂 比如我们公司 对高学历人才 很有滤镜的 我抬头看了何青川一眼 他眼中的失落感 一闪而逝 他已经渐渐感受到 行业里学历的重要性了 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证 他曾经以为足够他傲视群雄 可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入市场 越来越年轻的血液融入 他仅有的学历优势也被稀释了 他感叹道 如果当初跟你一起读博就好了 不是没劝过他 甚至我导师也说可以接收他 他没同意 因为大厂当时给他的offer条件 确实很诱人 不过我要是也去读博了 咱俩生活可怎么办 话到嘴边我还是没说 其实这几年我在读书的费用 我自己完全可以cover 不必说这种话 抬高自己也让我心存愧疚 调到B组后 沈念语明显跟不上节奏 三番五次地找到何青川 想调回来 我听到他哭着说 再不调回来 实习期一到 我肯定会被开掉的 何青川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不遗余力地想抓住 何青川好几次在我面前欲言又止 我全当作看不见 直到那天何青川晚归 沈念语堂而皇之地 输着密码进入我家 丝毫不顾及 我还坐在客厅 思思姐 我送小和老师回来 我好奇到 你们都不在一组了 还聚餐呢 他挑衅地看着我 笑了下 小何老师把我要回来了 今天就是欢迎宴 今后恐怕要多多见面了 姐姐 我忍住把何青川踹醒的冲动 对沈念语说道 小姑娘 少动歪心思 好好工作才是王道 姐姐不也是靠何老师共 才有的今天 我忍不住冷笑道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他就算不说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这么长时间 你不都在读书 读书难道还能挣钱吗 哈 小姑娘 还是要出去见见世面 不然就会跟她一样 说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话 我跟着导师读研读博 都是有生活费的 项目基金项目奖金 也是丰厚的 恐怕不会比她转正工资低 小何老师很累的 你根本不懂她 也不了解她 如果你不爱她 你为什么不离开她 离开她给你疼位置吗 哼 我们公司喜欢小何老师的 何止我一个 你不要怀揣宝玉 却当石头 懒得跟她废话 明天自请调回壁组 不然不用等实习期结束 你就会失业了 我没理会躺在沙发上 烂醉如泥的何青川 第二天中午 我刚面试回来 便接到她的质问电话 为什么要为难沈念雨 为什么把她调回你们组 你怎么答应我的 何青川微微叹了口气 她挺不容易的 爸爸妈妈都生病 家里还有弟弟 晚上回来 何青川就跟我说 沈念雨因为实习期 没通过被公司开除了 我亲手写的辞退报告 你别生气了 我早上就知道了 因为我把上次会议的情况 透露给了我正在 他们公司做高层的师兄 师兄核实了情况后 立刻就把人给开了 顺便邀请我去公司上班 师妹 你来不来 我给你内推 还没想好呢 何青川也问了我找工作的情况 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不着急 正好有几个项目还没做完 等结束了安心面试 我觉得去高校也挺好 你能安心做科研 而且我现在工资也还可以 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收入方面 这次我终于听懂了他的前台词 你找个安稳的工作吧 千万不要工资比我高 可是他如何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且别说我们还没结婚 就算结婚了 难道我就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吗 我就算最后选择了去高校 那也只是因为我想这样而已 我读这么多书 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有选择的生活 导师让我去数据中心拿资料 一进门就看见了个熟人 我问跟我接洽的小伙子 那是新来的 那小伙翻了个白眼道 昨天刚来的 应该是哪个领导推荐来的吧 什么都不会 昨天弄乱了我两组数据 被组长调到前台来了 我看到桌上 有两份和青川公司的资料整理好了 随口问道 这两份什么时候来拿 马上来了吧 说完他压低了声音道 本来那小姐姐准备拿走的 说他去送 我怕出纰漏 直接叫负责人来拿了 沈念雨一直在发信息 我走进隔壁的房间 他都没看见 过了一会儿 我看到他站了起来 朝门口跑去 何青川进来了 他拉着何青川的胳膊 轻易地说着什么 顺手推开了我这间办公室的门 看到我站在里面 何青川脸色大变 立刻把沈念雨的手拉开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扬了扬手里的纸张 来拿资料 你呢 来看小情人 顺便拿资料 你为什么说话这么难听 你的教养呢 何青川的态度 让我心里一凉 刚刚那句话 是冲动之下脱口而出的 周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 我不想成为别人 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暂时地退让 被看成软弱和妥协 何青川多多逼人道 跟他道歉 我不道歉呢 那就分手吧 我不跟没有素质的人 谈恋爱 跟我接洽的那个小伙子 已经尴尬地说不出话 为了解救他 我拿过他手中剩余的资料 走出了办公室 走之前 回头对何青川说 我同意了 何青川当晚没回来 分手第二天 就是中秋节 往年我都跟何青川 一起回老家 这次我一个人回来了 我妈第一个发问 青川怎么没回来 我不想难得回来一趟 还被盘问 刚准备说加班 何青川妈妈 就在她家院门口 跟路过的人大声打招呼 我们青川今年中秋不回来了 要加班了 那人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她又道 嗨 没影的事 孩子们的事情 我们做不了主哦 那邻居看我站在家门口 笑咪咪地说道 这是青川说了不算 对咱们思思说行才行呢 思思 我听说你博士毕业了 太了不起了 你跟青川 准备啥时候办事啊 我抬头笑了笑 沈子 还早呢 办事了通知您 我妈一把 把我扯回屋里 也不管屋外人的调侃 质问道 你跟青川怎么回事 他妈说那话什么意思 分手了呗 昨天刚分的 我妈尖叫了一声 大骂道 你疯了吗 沈青川现在一年能挣五六十万 他一穷二百你就跟着他 眼看就要摘取胜利的果实了 你却撂挑子了 你还学数学的呢 我看你最基本的账 都算不明白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他妈要得意坏了 一直说他儿子什么人都配得上 才不会娶农村姑娘 这下好了 你叫我在这破农村 还怎么做人 女儿三十多岁了 还被人退货了 她的声音本来就细 讲话又刻薄 没一会儿功夫 我便觉得脑袋嗡嗡地响 头疼得要命 我轻描淡写道 在大声点 全村都知道 你女儿被甩了 我妈声音果然小了一些 她凑到我身边来 她要跟你分的 肯定是你太要强了 我跟你说过好多回 女孩子还是要温柔一点 她天天工作那么辛苦 你还跟她吵 她能乐意吗 回家待了三天 被我妈念叨了三天 也眼看着没人 往何清川家跑了三天 我拎着行李箱回城时 何清川妈妈对我说 思思啊 你看 我就随口一说 说亲的都快把我家门槛踏烂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自己也要上点心咯 这就是农村 男人过了三十 如果工作不错 就会说是忙于工作 疏于找对象 女儿如果过了三十 无论你自身多优秀 都会变成别人眼中过了最佳赏位期的食品 幸好我还有得选 既然融入不了 我可以选择脱离 感谢这些年一直完命读书的自己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要我走得够快够远 我就能把这些糟粕远远地抛在身后 回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接受我导师的推荐 去了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我凭借学历优势和丰富的项目经验 以及导师的吉利宝剑 任职该工程师也谈下了不菲的薪资 拿到offer后 我便找了中介定下了周边的房子 何青川回来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行李 他看到我表情不太自然 回来了 嗯 不打扰你 我收了东西就走 他脚下一顿 去哪里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搬出去啊 没有分手 还住在一起的说法 你找到工作了 我手上有那推名额 看不出来 小何老师还挺喜欢搞办公室恋情的 我赐了他一句 又说道 不过不需要了 我找到工作了 那一个晚上 何青川像个眉头苍蝇似的围着我转 手机一直响 都当没听见 我不慎其扰 把他手机拿过来接通后 交到他手里 他手忙脚乱中 按到了免提键 沈念语清脆又欢快的声音 从听筒那边传来 青川哥 今晚的菜谱 是青椒酿肉 白灼虾 和冬瓜排骨汤 你什么时候到呀 何青川 盲不迭地挂了电话 面带慌乱地看着我 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这样看着我 毕竟我们已经分手了 不是吗 那他这样兴兴作态 干什么呢 我耸了耸肩 道 发展得挺快 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快去吧 何青川一直坐在沙发上没动 任由手机继续响着 直到再无动静 我看冰箱里还有菜 决定给自己在这个房子里 做最后一顿饭 就当告个别 我做好饭后 他静止去给自己尝了一碗 我饭做得一般 连西红柿炒蛋也做不好吃 从前何青川总是会开玩笑 思思 你跟这西红柿还是没混熟 他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今天这道菜被吃了个精光 我举着碗里碰了下何青川的碗 干个碗吧 这顿算散伙饭了 小何老师前程似锦 他的眼睛突然红了 眼泪扑素素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 我没有说话 我其实不想跟你分手 我们是冲你撒娇呢 谁知道你完全不搭理我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你不觉得他有点像你吗 一路从农村考上来 真的不容易 我对他就是同情而已 这段充满槽点的字数 让我连辩驳的欲望都没有 分手时是冲我撒娇 还是冲我撒谎 我心里也明白 他跟沈念鱼有没有发生什么 那几个夜不归宿的 晚上会有答案 至于像我就更搞笑了 珍惜眼前人都做不到 对其他人好说是因为我 这逻辑搞文学创作的 也跟不上他的脑回路吧 何清川 为什么不能大胆一点呢 什么 大胆一点承认你就是 没那么爱我了 承认你就是喜新厌旧了 承认你就是害怕 我比你强 难道我没给过你机会吗 我一次次地忍让和妥协 得到的是你一次次地变本加厉 我想给我们这段感情 一个体面的结局 我明里暗里说过好几次 结婚证还算学分呢 你从没回应过我 你享受了一个丈夫 该享受的所有权利 却不用被婚姻的家所束缚 多好啊 何清川看着我 惊慌地说不出一句话 仿佛我的画像一把利剑 正中他心间 痛苦难当 其实我早该说出来 如果不是何清川提了分手 几天后我也会提 当我再次在数据中心 看到沈念雨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这段感情彻底完完了 我理解何清川现在的感受 分手前觉得憋屈 分手后觉得失落 因为我也这样 我拿出一张彩印的 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递给何清川 这次报道前 我特意印下来做留念的 这是我们的恋爱许可证 何清川颤颤巍巍地 接过那张纸 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突然崩溃到 思思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想分手 我想跟你结婚 我们回去拿了户口本 就结婚好吗 不啦 清川 到此为止了 工作繁忙的间隙 总是能收到 何清川给我发的微信 从一开始的道歉 到后来的忏悔 最后他问我 你怎么这么狠心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我没有回复他 怎么能不难过呢 他曾经是我认定 将要共度一生的人 我期盼一起走进 婚姻殿堂的人 所以当问题 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根本没打算放弃 我骨子里 还是个传统的农村人 所以当一件东西 坏了的时候 我会想着 先修而不是换 我第一次发现 何清川频繁地 跟沈念宇发信息时 我委婉地提醒过他 他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体会 夜不成寐 一整夜 我的眼睛只要一闭上 就是他那张满不在意的脸 再后来 我发现我们无话可说 我尝试沟通过 找了很多专业话题 想引起共鸣 可何清川说 他上班看的都是这些 不想下班还听这些 换个娱乐话题 他说我过躁得像是 他们的办公室小妹 无计可施的那天 我一连哭好几场 到最后 他终于带着沈念宇 捂到我面前来 他以为只是一次偶然地遇见 却不知道 我早已千疮百孔 只等那重重一击 而爱 就像反方向的钟 其实根本就回不去了 两年里 我未曾停歇 做梦都在项目里折腾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第二年年中的 直级平定中 我在众多竞争者中 拿到了优秀 小姨说 今年回去过年 邀请我一道 对我有之欲之恩的 长辈邀请 我不好拒绝 其实那年中秋过后 我便再也没有回过家 何青川也回来过年了 难免遇到 他已在门框跟我打招呼 想急了从前的他 他妈妈推他 想跟人家说话 也不知道主动点 我点了点头 算作打招呼 匆匆进门去了 我妈正磕着瓜子 跟我小姨八卦 瞧给隔壁贵英王获的 相亲对象一查一查的介绍 他儿子一个没看上 那天跑来问我 思思找对象了没 说想来想去 还是他俩最配 我呸 隔壁突然传来争吵声 我妈拨开挡在外面的我 就去看热闹 何青川妈妈正站在门口 对着门外的沈念语骂道 你又跑来做什么 大过年别给我们找不痛快 你已经搅得我们青川 没了对象 工作也换了 还想怎么样 我妈又拿了把瓜子 回头对我说 一年三节都来 比你回来都准时 何青川面露难堪地 朝我望过来 我转身就回屋去了 何青川是沈念语 能找到的天花板了 被缠上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十八岁的时候 觉得那是最好的年纪 张扬的青春 飞舞的头发 调皮的笑脸 二十四的时候 觉得那是最好的年纪 专注的学业 沸腾的爱 安稳的生活 三十二岁的时候 还是最好的年纪 事业有成 人生坦途就在脚下 当我们不辜负自己时 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年纪 你好 三十四岁的郑思思 祝你未来一路顺风 故事二 半夜两点 我收到男朋友的电话 冉冉 我未疼 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未疼 睡意模糊的我听到这个词 蹭得从床上坐起来 二话不说出了门 她是个急诊科的医生 正在职业班 我到医院的时候没多想 轻轻敲了下医生 值班式的门 就退开了 床上鼓鼓囊囊 我走近一看 躺着两个人 一个是我男朋友周德森 另一个是急诊科的 小护士秦珊珊 我书弟僵在了原地 还在滴着水的伞 被我脱力扔在了地上 周德森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吵得皱了下眉 睁开眼看到我的那一刻 眼底有慌乱闪过 然然 你怎么来了 她坐起身 不自觉拉了拉被子 想把她旁边的人遮起来 掩耳盗铃 我敏敏唇 没什么情绪的陈述事实 你说你胃疼 想让我来陪你 她眉头再一次猝起 片刻后了然 解释道 我就是随口一说 随口一说 我重复道 所以你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 只是随口一说 她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辩驳 我强压着怒火的声音 再次响起 你是来请我看 你是怎么借工作的名义 和别的女人 躺在一张床上的吗 正然 你别无理取闹 她略显无奈的声音响起 我无理取闹 我气笑了 再也压制不住 我自己内心翻涌的情绪 声音也越来越高 想分手可以直接提 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 医院的夜晚很安静 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 声音很大 她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怎么就上升到分手了 你别小提大做 小提大做 你和别的女人一起睡觉 是我在小提大做 一直躺着装死的秦珊珊 终于坐起身 慢慢捋了捋她的头发 冉冉姐 你别多想 我和周医生一起职业班 职班室只是临时 用来休息的而已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她无辜的语气中略带指责 好似在说我没有常识 连职业班都不知道 我没什么感情的勾纯笑了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护士有护士的值班室吧 为什么你睡在医生的值班室 周德森轻则一声 不满于我咄咄逼人的态度 你别没事找事 外面在打雷下雨 她一个人睡害怕 那我呢 外面打雷下雨 我凌晨两点跑过来 我怕不怕 她沉默片刻 这次只是个意外 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来 大概是出于愧疚吧 毕竟她的胃病 是因为我才彻底留下的 我们刚在一起那会 她正在读博士 住在学校的宿舍 连着下了几天的大雨 夜晚受凉 我感冒发烧了 而她 也因为吃坏了东西 脱水到在医院打点滴 我不想麻烦她 吃完 退烧药之后 就窝在床上准备睡觉 正睡得昏昏沉沉时 突然感觉 有人把我抱了起来 我强撑起眼皮 看到了周德森 我有些猛 你怎么来了 你发烧了 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我吃药了 听我的 我想要反驳 但是眼皮 却越来越沉 怎么都睁不开 再次醒来 我发现我在医院 医生看到我醒了 笑了笑 你这个小丫头 真是命大 我眨了眨眼 没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你昨晚发烧到了快四十度 陷入昏迷 如果不是德森把你带过来 估计你就要被烧傻了 昏迷 所以昨晚 是周德森 及时发现了我的状况 我用几秒钟 消化了这个情绪 开口时 声音哑得厉害 周德森呢 她 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医生 轻哼一声 她去做胃镜了 胃镜 我猛了 她不是只是肠胃炎吗 就是因为觉得 情况可能不对 才让她住院观察 结果她竟然擅自跑出去 外面又下着雨 原本就有点未出血 现在更严重了 她说着说着 无奈地叹了口气 小丫头 好好珍惜她吧 听着医生说的话 我心里酸酸胀胀 说不上什么感觉 稍退之后 我去周德森的病房找她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佯装生气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 是什么样子 你还是个医生呢 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 她安安静静听我骂完 才抬手轻轻抓了下 我的手指 低声说 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我自己说着说着 反倒自己鼻子开始发酸 我听你老实说了 要不是你 我估计就出事了 她笑了一声 别听她瞎说 她都是吓唬你的 那你怎么想起来去找我 我给你打电话没打通 我怕你出什么事 我就想去看看你 所以你不顾你自己的身体了 她摸了摸我的头 唇角微钩 我没事 她总是这样 不善言辞 没有甜言蜜语 但爱意都藏在了生活的细节里 明明是因为我才留下的胃病 每次发作怕我担心 却总是闭口不提 冉冉姐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我和周医生清清白白 这难道还需要我证明吗 秦珊珊的话 让我逐渐回神 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见你 但我从没想过 你会和我男朋友一起睡觉 没有一起睡觉 她红了眼眶 我和周医生清清白白 我是在工作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正经 我气笑了 她也知道她在工作 工作不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上 尽职尽责吗 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见她 第一次见她 是在我和周德森 某一次冷战的第二天 她当时还是一个 新来的小护士 前两天 因为彩礼 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们要结婚 我父母提出要十万彩礼 我们家陪送一辆车 但是她刚刚博士毕业 没多少钱 我们两个的存款 用来付了首付 我不喜欢冷暴力 便主动来求和 却在医生办公室碰到了她 平平无奇的护士服 硬是让她穿出来一种别样的制服美 我有些猛 我不记得急诊科 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小护士 她看到我也猛了一瞬 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后退一步镇定地说 您好 请问您预约挂号了吗 我微微笑了一下 你好 我找周德森 她愣了几秒 神色不自在地看了我几眼 随即笑开 你就是正然姐姐吧 我点头 礼貌地问 你是 我是秦珊珊 刚来的实习生 怪不得 我经常来找周德森 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我 大部分都见过 刚刚看到这个小护士 就觉得眼生 我点点头 走进去动作自然地 把包放到桌子上 坐到她的座位上 抬眸发现她 竟然还在盯着我看 站在门口 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我顿了下 你还有事吗 没有 她咧嘴笑了 看着天真无邪 我只是看着 冉冉姐你太漂亮了 怪不得周医生 总挂在嘴边 我倒是有些惊讶 周德森平时沉默寡言 实在是不像一个 擅长秀恩爱的人 我很轻地挑了下眉 她经常提我 她敏唇笑了 可不是吗 光我来这几天 就听到过周医生 说过好多次了 我心头一暖 嘴角的笑 也真实了几分 刚打算说话 熟悉的声音突然 从秦珊珊背后响起 一如既往的冷清 你怎么来了 是周德森 他刚下手术 身上还穿着蓝色的 无军服 戴着无军帽 口罩遮挡住了他 大半张脸 但丝毫遮挡不了 他的帅气 尽管见过这么多次 但不同状态下的他 都能让我心动 我站起身 笑着看他 我今天下班早 想着咱们一起去吃顿饭 他壮似无意地看了一眼 和他并肩站着的秦珊珊 抿紧了唇 秦珊珊立马仰起笑脸 尴尬地冲我笑笑 那我就先走了 你来做什么 秦珊珊一离开他 声音更冷了 我愣了下 勉强笑了笑 阿姨说 让我们今天晚上 一起过去吃饭 我妈 我点头 他深呼一口气 坐在凳子上 抬起指尖 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我妈这两天 心情刚刚好一点 今天咱们过去 你别气他 我别气他 我猛了 我什么时候气他了 他脸色有些难看 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你别提彩礼的事情 我气笑了 心口憋着一股气 话在嘴边转了又转 只要他不主动提 我就不说 行吗 他看了我一眼 默许了 我们一路沉默着 到达周德森父母楼下 要下车时 他再次嘱咐 我妈他们心情不好 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你忍着点 他们心情不好 那我上了一天班 心情就好 我手上开门的动作 停顿了片刻 敷衍地点了下头 实在不想吵架 他姥姥前段时间 刚刚因为心脏问题住院 最近刚刚康复出院 所以周德森才会一直说 他妈妈心情不好 这样的话 虽然年过半百 但仍是儿女 面对自己母亲生病 心里难过 我都能理解 所以这也是 我没反驳的一个原因 到家进门 他爸爸正在厨房做饭 你去帮忙 他妈妈笑着 对周德森说 周德森看了我一眼 眼睛里满是提醒 像是在警告 我不该说的话 不要说 然然 咱们不管他们 咱们过来一起看电视剧 他妈妈似乎没察觉到 我们之间这种尴尬的气氛 笑着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好 我略微有些不自在 但还是笑着说 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碰巧 电视里播放的 正好是一个家里伦理剧 男女主领证结婚之前 女主怀孕了 男方这边说 彩礼可不可以先不给 先嫁进来 把孩子生了 彩礼前 就当是以后给孩子的 生了孩子再拿出来 然后就是各种矛盾 我越看 心里越憋屈 突然 他妈妈抓住了我的手 笑着看着我 温声问 冉冉啊 你对于这件事怎么看 彩礼 他恩了一声 好家伙 我说 为什么让我在这看这个电视 原来是早就在这等着我呢 我心里冷笑一声 对他这种旁敲侧击 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如果他正常和我提 可能我还会委婉一点 但是他既然喜欢旁敲侧击 那也别怪我 什么话都说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彩礼前还是要给的 因为彩礼前是一个态度 毕竟你给了彩礼 女方这边还会陪送嫁妆 这样小两口的新生活才好过 对不对 你说的对 他点头表示赞同 紧接着话锋一转 说起来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要多少钱的彩礼吗 您说 我们那时候才要八千块 哪像你们现在 动不动就要几万十几万 你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娶个媳妇不是要倾家荡产吗 我脸上的笑容淡了 这是嫌我要的多了 我懒得和他逗圈子 勉强笑了下 礼貌地说 阿姨 您有话直说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阿姨就直说了 他看了眼厨房 德森这个孩子 读到博士毕业 已经这个年纪了 也没攒下什么钱 我和你叔叔都是普通工人 平时赚的也不太多 再加上前段时间 德森他姥姥生病 也花了不少钱 所以阿姨的意思是 你看彩礼钱 能不能少一点 我不知可否 只是问 那您觉得多少合适呢 阿姨是真心喜欢你这个孩子 也希望你能早点嫁过来 她开始打感情牌 我们现在有一两万块 如果你同意的话 阿姨现在就拿给你 所以我问 这一两万就是彩礼钱了 她笑了下 没说话 从十万直接变成一两万 我深吸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家这边这辆车 估计就要换成同等价位的了 一两万哪有好车 是啊 所以阿姨您看您要不要加点 阿姨不是这个意思 周德森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你看你们买了车 是你们到时候开着上下班 我也是为你们的生活着想 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彩礼钱我们都会返还的 到时候也是我和德森两个人话 她眼睛紧紧盯着我 握着我的手微微用力 她的眼神过于犀利 有着经历过岁月沉淀下来的压迫感 最终我败下阵来 只好搬出万能公事 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说好了的 现在临时要变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和我父母谈 你这孩子 他不赞成地看着我说 结婚是自己的事 这点小事 自己可以做主的吧 这不是小事 我严肃地说 既然当初是我父母提出来的要求 那我现在也不好擅自更改 如果您家这边有什么变动的话 可以直接和我父母沟通 我们小辈家在中间也很为难 他脸色冷了下来 轻变一声 你这孩子也太死板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阿姨又不会害你 都是为了你和德三好 我点头 善解人意地说 我知道 但是我爸妈也是为我好 我听他们的 所以这件事是没得商量是吧 我笑了下 看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 斟酌了下说 如果您家这边资金确实紧张的话 我们可以等等再结婚 我不着急 他脸彻底冷了下来 拿着遥控器 超级用力地换着台 最后看起了爱情保卫站 就离谱 饭做好 开始吃饭 他妈妈一直在说 这次他姥姥住院 花了多少多少钱 家里之前就欠了多少多少钱 话里话外都在哭穷 明摆着是说给我听的 这天吃完饭回来 我们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我都说了 让你别惹他不高兴 你怎么不听话 我不听话 我站起身 不服气地和他理论 是你妈妈非要说这个的 我去之前就和你说了 只要你妈妈不提 我就不会说 他心情不好 你就不能顺着他 我说了 如果要变的话 和我父母谈 别和我说 我听他们的 正然 你知不知道 十万块是要我爸妈半条命 那你们呢 给我一两万块 想要我家十几万的车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丝毫不退让 你父母赚钱不容易 那我父母赚钱就很容易吗 你坚持这样对吧 我点头 咬着牙坚持说 这件事没得商量 如果他家真的经济困难 我是不会这么胡搅蛮缠的 但他们不是 且不说他姥姥 有五六个孩子 他爸妈就他一个儿子 钱总是攒下了的 他想要那辆车 又不想给彩礼 天底下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件事之后 我们要结婚的事情 就暂时被搁置了 我们的感情和之前相比 也变得生疏了很多 他以他父母 没钱为由 经常加班 说要自己赚钱 我没阻止过 但我没想过 他加班能和别的女人 加到一张床上去 然然 他只肩点了点太阳穴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他看着我呆愣的神情 神色疲惫 刚刚的镇定一点点消失 下床把我抱在怀里 他是害怕 外面下的雨很大 他们护士那个屋又是阴面 窗户一直都关不好 所以我才会同意他来 还有就是 他话还没说完 护士站的铃就响了 有病人 深夜 急诊 病情一定很危急 就算再不开心 我也分得轻轻重缓急 我挣脱他的怀抱 捡起地上的伞 轻声说 我在家里等你 他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却不得不转身 走出去迎接病人 匆匆留下这句话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雨很大 我拿出手机 想要打车 手却抖得厉害 半赏 终于点了 却因为天气和时间原因 迟迟没人接单 我站在医院的台阶上 看着路边的积水 慢慢增多 心里止苦地发色 自从准备结婚 因为彩礼的事情 和他妈妈闹得不愉快之后 我们之间愈发沉默 我一直以为一切都会好的 但似乎没有 我拿出手机 翻着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 看着我们之前所有的聊天记录 其实早就有征兆了 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过了一个小时 终于有人接单了 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我上车之后 他随口问 姑娘 用把冷气关了吗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 就这么一句简单关心的话 却让我满腔的委屈 有了宣泄的点 我眨了眨眼 想把眼睛和鼻腔里的酸色 都挤出去 却只感觉到眼前一片模糊 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了呀 我摇摇头 眼前更加模糊了 第二天九点 他下班回来 我在收拾行李 昨天就已经说好的 我要去杭州出差 这个项目很重要 如果可以完成的话 回来我就可以晋升 年心直接翻一翻 冉冉 他站在玄关处 看着我打开的箱子 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置信 你要走 再次开口 他声音有些颤抖 嗯 我埋头收拾东西没看他 我要出差 昨天和你说过了的 他拧着的眉松开 神色放松下来 脸带倦意 冉冉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听我解释 我正在收拾东西的手一顿 沉默了下站起身 转身看他 眼神平静无波 你说 昨天下雨 病人也不多 我们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会儿 但是护士值班室那边那个窗户坏了 他很害怕 所以就来我们这边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那你觉得你们睡在一起合适吗 当时那个情况 当时什么情况 我只是问了他这一句话 他就被堵得哑口无言 当时你和我说你胃疼 凌晨两点钟 你本身就在医院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给我打的电话 是打算让我看你和秦珊珊 是怎么躺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睡觉的吗 冉冉 他垂下眼皮没看我 不知道是心虚还是什么 我同意和他一起睡 是因为我当时本身就不太舒服 如果按照之前 我会和他换房间睡 而且 他之前送了我快五万块的手表 我一直欠他个人情 我愣了下 那块手表 我是知道的 在周德森过生日那天 他从医院带回来的 他当时说是秦珊珊送他的 我让他还回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之前没还回去 他头垂得很低 伸手牵住我的手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所以收下普通同事这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我现在已经还回去了 我也知道 昨晚那样做不对 以后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他朝我保证道 我和秦珊珊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私下不会再联系了 我摇摇头 我不信 正然 我胃疼是为了你 才留下病根的 而且我之所以会犹豫 留下那块表 是我想尽快取到你 他拿出了杀手锏 我为了你变成现在这样 你不会说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我 我沉默了 每次吵架 他都要把他为了我做了什么 反复拿出来说 我觉得心烦 却还是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是对的 不想和他继续争辩 我抬手看了看时间 走到行李箱旁边 把行李收拾好 把拉杆抬起来 看着他说 好 那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 冷静冷静 好不好 正然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之间的问题 更多出现在你身上 我刚要迈出去的脚步一顿 气笑了 什么 你太拼了 你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赚钱 你不会像大部分女生 一样顾家 我们之间聚少离多 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周德森 我很无语 但还是按捺住 内心的烦躁问他 你几岁了 你三十岁了 你不是小孩子了 我顾家 我在家里每天等你回来 那每天的花销靠什么 靠你现在归赔发的 三千块的基本工资吗 他像是被我戳中了死穴 脸上青一块子一块没说话 时间来不及了 我拉着箱子除了家门 或许周德森会被秦珊珊吸引 就是因为他那种小鸟依人的态度 能给他巨大的满足感 但是 我苦涩一笑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性子 这么多年 现在才拿出来说 真是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这件事情很快被我抛诸脑后 每天都要和客户对接 忙得晕头转向 在我出差的准备回去的前一天 我遇到了秦珊珊 她一改之前在医院的装扮 穿着时下最流行的衣服 背着几万块的包包 头发烫着女明星同款 只见勾着的墨镜微微晃动 勾唇朝我笑了 聊聊吗 我看着他 不动声色地问 你要聊什么 比如 你和周医生的事情 感兴趣吗 我本想拒绝的话到了嘴边 变成了 你说 先看看这个 他递给了我一块手表 不用打开 只看包装 我就知道 这是他送他的那块价值五万块的表 我知道这个 我抬眼看他 没什么情绪 他现在还给你了 嗯 但我知道他不是真心的 郑然姐姐 我求你成全 我和周医生吧 我直接被逗笑了 我成全你们 你是要我和周德森分手是吗 他点头 这话你没资格和我说 换周德森来和我说 我冷淡地看了他一眼 还是说是你一厢情愿 周德森根本不喜欢你呢 郑然姐姐 其实你知道的吧 周医生最近和你在一起 并不开心 我沉默了几秒 不想和他继续绕圈子了 所以你是说周德森喜欢你 也想和你在一起 对 他神色认真 语气肯定 但是如果你不说 他是不会主动和你分手的 他拿出手机 点了两下 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后 是周德森的声音 他似乎喝多了 口齿不清 但我还是听明白了 他在说什么 他说 郑然太自私了 从来都不为我考虑 天天就是个工作狂 天天是财如命 我姥姥生病花了那么多钱 她一点都不体谅我家的难处 还坚持要十万块 紧接着一个女生温声安慰 可是郑然姐姐也是为了你们的未来啊 周医生你体谅一下 现在还没结婚就这么多事 那结婚以后 日子过得不更憋屈吗 但是我又不能提分手 毕竟我们这么多年 他还是很爱我的 那周医生 你还爱他吗 录音里的周德森 很长时间没说话 好伴上 才长叹了两口气 比起他 我现在只喜欢你 毕竟你五万块的表都能当礼物 而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就知道送我点便宜的东西 后面话越说越难听 简直刷新了我对周德森的认知 我从来没想过 我在周德森的眼里 是这种小气 吝啬 冷暴力 无理取闹的人 或许我不完美 但是这些话 从我朝夕相处的枕边人嘴里说出来 还是会觉得心寒 郑然姐姐 周医生现在是喜欢我的 但是我们确实什么都没发生 秦珊珊如实说道 但是我觉得 他更适合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录音 他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的日期显示是昨天 所以我走了之后 他声称和秦珊珊不再联系的第二天 去和他一起喝酒 孤男寡女 秦珊珊是专门来找我的 周德森那样长相帅气 高冷静欲气质的男医生 确实很让人心动 在他一脸期待的眼神下 我沉默了几秒 不管我们分不分手 这都是我们的事情 虽然我很感谢你让我听这个 但是你作为周德森的出轨对象 没资格要求我做什么 他愣了一瞬 我没再搭理他 转身走了 回去那天 我一进门就看到周德森刚好从厨房出来 桌子上摆着满满的菜 老婆 你回来了 他笑着看着我 和之前我每一次出差回来的场景一模一样 好像那天晚上的事情没有发生 我听的录音也是假的 别愣着了 快过来吃饭吧 他笑着招呼我 这次出差 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盯着他看了半场 没看出他的心虚 反倒是我快要憋不住内心的情绪了 挺好的 还收获了意外之喜 什么 让你听一段东西 我拿出那段录音 很平静地放给他听 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从疑惑到严肃 再到惊慌失措 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 在很短的时间内 看到他极其丰富的表情变化 老婆 我那天就是喝多了 所以才会口不择言 嗯 我点头 所以在没喝酒的情况下 就和本来向我保证过 不会在私下联系的女同事 约着一起吃饭 我保证下次不会这样了 我书弟笑了 看着他嘲讽道 周德森 你觉得你的保证有用吗 他沉默了 他也知道自己理亏 半晌 他干巴巴叫了一声 老婆 别叫这个了 我说 周德森 虽然我们肯定是要分手 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和你解释清楚 老婆 我 我打断他的话 自顾自地说 我之所以努力工作 是为了等结婚以后尽快备孕 我现在多赚点钱 以后我们结婚之后 我因为孩子要在家休息的时候 你的压力能小一点 你过生日 我送你的东西 都是你平时能用到的东西 你全身上下 那件东西不是我给你置办的 我和你要过一分钱吗 他只是送了你一次礼物 对你关心了一点 你就觉得他好 如果不是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也可以像他那样 可是你不懂 他彻底慌了 因为他发现 我没带行李箱回来 我下飞机 直接把箱子送回了家 所以这次 我是真的打算分手的 然然 我不同意分开 最近我们之前 确实出了一些问题 但我们都可以解决的 不是吗 已经解决了 我走了 我后退一步 避开他的触碰 房子是我们两个一起买的 现在我们要分开了 那个房子 要么你要 要么给我 我把你的那部分钱给你 然后我们就去办下手续 不行 他神色固执 这个家里到处都是你的痕迹 你要是离开了我 我一个人活不下去的 冰箱里 你上周买的酸奶还没喝完 卧室的洗衣机 我一直不太会用 还有床太大了 没有你我睡不好 周德森 这些都是你的事情 我打断他的话 冰箱里的酸奶喝不完就扔掉 洗衣机不会用就换一个 床太大了就找别人来陪你睡 在他震惊的眼神下 我不紧不慢地说 毕竟不是第一次身边睡着其他人了 不是吗 这个房子我当初付了半年的房租 现在还剩下两个月 我免费送给你住 我深呼一口气 所以我们分手吧 周德森 不行 我不同意你走 他话还没说完 他的电话就响了 是秦珊珊 他拿着手机的手盾了下 有些慌乱地看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 从他手机屏幕上 移开目光 也静静地看着他 不是说 私下没有联系了吗 我问 我 他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反驳的话 我冷笑一声 对他的最后一点感情 也被他的态度消磨殆尽 好了 快接电话吧 我先走了 转身出去 关门的时候 我听到周德森说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原来 这就是他说的没关系 分手后 他爸妈和他一起来找了我 他妈妈和往常一样 语重心长和我说 冉冉 我知道你觉得委屈 但是哪个情侣不吵架呀 不会都是和和美美的 德森没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吧 他又没和那个女生上床 只是同事间的普通闲话 别太较真 我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 李茂疏离地说 阿姨 我们已经分手了 可是冉冉 他妈妈轻叹口气 德森只是一时糊涂 就真的没有转环的余地了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这边彩礼照出 马上就把我名下的房子 过户到你的名下 你觉得行吗 不用了 看着他们妥协的样子 我只觉得可笑 之前既然就没谈拢 分手了 更没必要谈了 周德森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等他爸妈出去后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闭了闭眼 疲惫地说 你想好了吗 什么 房子 我严谨一概 是你要 还是我要 冉冉 你别这样 他低着头 眼眶红得厉害 我根本就不喜欢秦珊珊 我只是看着他 觉得很像你 和我刚恋爱时候的样子 他会主动向我示弱 会和我开玩笑 还会安慰我 鼓励我 但是你这两年 天天忙着工作 我们因为彩礼 结婚 买房子的事情 总是吵架 我只是想要怀念一下 当初的感觉而已 没有真的要和他怎么样 我静静地听他说完 心里只觉得发寒 说再多也没用了 周德森 从你动了这个念头开始 我就不会原谅你了 往后柴米油盐 我不确定 你还会不会对这样一个美名其约 很向我的女生动心 重新回归工作的第二个月 我成功升职了 工资和之前相比翻了一番 我把房子留了下来 给了周德森他该有的三十万 他不要跑到我家楼下 大声喊我的名字 一直发消息和我道歉 直到有一天 温度高达四十多度 他顶着烈日 站在我家楼下 只想等我心软 却没想到自己中暑晕倒了 我打一百二十 把他送到医院 碰到了他妈妈匆匆赶来 他看着病床上 他儿子苍白的脸 生气地朝我吼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儿子都为了你 做到这种地步了 你为什么还这么不知好歹 我不知好歹 我气笑了 是我逼他和那个小护士 是暧昧不清的吗 是我逼他在我家楼下 站着的吗 是我不想和他结婚 不想和他好好过日子吗 摆脱你搞搞清楚 是你儿子出轨在先 也是你儿子缠着我不放 你儿子晕倒 还是我打的120 你凭什么指责我 之前对你客气 是因为你是长辈 我得有礼貌 但是我们就是陌生人 你又凭什么说我 他妈妈被我这样的样子 吓住了 半晌都没说话 其实我的脾气 一直不太好惹 只是面对长辈 我一直保持着 该有的尊重和礼貌 但是现在 面对周德森的妈妈 没有必要了 周德森傍晚醒了过来 似乎没想到 一睁眼就能看到我 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哑声开口 老婆 我不是你老婆 我递了杯水给她 我们分手了 周德森 我之所以在这里等你醒 我就是要和你说明白 别再找我了 也别再去我家楼下表演苦肉计 我的脾气你不是第一天知道 何必呢 我垂下眼睛 从兜里拿出那张三十万的银行卡 这是你的钱 还给你 我们好聚好散 冉冉 她叫住我 好半晌才问 你还喜欢我吗 我没说话 她自嘲地勾起唇脚 自顾自地说道 有时候我不禁怀疑 你是不是只是想找一个结婚对象 是谁都无所谓 我眸光微动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感觉 我一直在和你解释 但你特别坚决 我想挽回你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书弟笑了 在她疑惑的眼神下 收敛起笑意认真的说 周德森 我不是铁石心肠 我也会动心 但是我这个人 可以回头看 但不可以往回走 如果我今年二十岁 面对你这样自残式的苦肉计 我会心软 但是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提防着 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 那样没意思 也很累 她没再说话 后来也没再找过我 后来秦珊珊去照顾她了 没多久 她们就在一起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在开会 我毫无波澜地滑掉 继续投入到我的工作中 后来听说 她某次和秦珊珊值夜班的时候 因为玩忽职守 导致给病人输错了药 被发现之后 家属紧追着不放 最后 医院赔了钱 把秦珊珊和周德森开除了 听朋友说 她和秦珊珊在小区楼下开了个小诊所 后来怎么样就未可知了 两年后 我再次遇到了他们 这天 我连着做出了几个大单 公司给我们团队发了奖金 金额很多 足够我把剩下的房贷还80% 于是我来到银行 准备咨询下相关业务 突然 旁边一对正在吵架的夫妻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偏头看过去 然后瞬间愣住了 因为他们 就是我两年没见的周德森和秦珊珊 他们看上去比两年前憔悴了很多 察觉到我的视线 周德森转过头 看到我的那一瞬间 有些尴尬地扯了扯秦珊珊的衣服 低声呵斥 你小点声 小声 我为什么要小声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你怎么这么窝囊 周德森凑到他耳边 不知道和他说了句什么 他抬眼瞪了他一眼 看着他走出去了 好久不见 郑然姐姐秦珊珊走到我面前 朝我打招呼 显然 他也很早就看到我了 是好久没见了 我淡淡笑了下 你们这是来银行做什么 贷款 买房吗 也不是 只是想做点别的 我不置可否地点头 那你呢 他问我 我笑了下 我这次来看看 能不能把房贷一次性还清 在他震惊的目光下 我缓缓说到 最近又升值了 他脸色僵硬了一瞬 那恭喜你 也恭喜你啊 什么 得偿所愿 和周德森在一起了 他撇了撇嘴 算了吧 怎么了 我们前段时间领完证之后 我才知道 他妈妈那么不好相处 天天逼我做这个弄那个 他不情不愿地看了我一眼 还总拿我和你比 我没说话 听他继续抱怨 而且周德森和我开了个小诊所 前段时间因为医疗事故 赔了人家三十万 现在诊所也开不下去了 我真后悔了 郑然姐姐 我避重就轻地说 可是我看他很听你的话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周德森就回来了 手里拿着两瓶水 一直在悄悄地看我 秦珊珊也毫不避讳 朝我耸耸肩 你看 他还是喜欢你 大可不必 我心里默念了这么一句话 正好喊到了我的号 我站起身 那我先走了 之前只是听朋友讲 说周德森现在过得不好 总是和妻子吵架 现在一看 果然是这样 我办完业务 走出门 拿出手机在工作小群里 连着发了几个二百的红包 什么情况 冉冉姐 这是给咱们的福利 该不会又有工作了吧 想到周德森他们现在状态 我勾唇笑了下 低头打字 没什么 今天心情好 请你们吃饭 来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